出身华联仙玉璃镇的青年金工艺术家陈正刚 在大学时期接触金工工艺 开启了金工创作之路 而去年他从研究所毕业之后 返乡在好地下艺术空间举行了野山创作个展 而混按打灯的方式让展场不仿佛是走进了洞穴 更将西边的石头搬进了展场布置 即日起展出到10月2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将西边石头搬进展场布置 出身华联仙玉璃镇 1997年的青年金工艺术家陈正刚 喜爱大自然 大学时期接触金属工艺 出发搭金工创作之路 去年毕业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应用艺术研究所金工与首饰组 如今返乡在好地下艺术空间 举行野山创作个展 因为我的作品是在 就是离开工作室 然后回到自然里去创作 那我在河川 我很常在河川工作 因为我觉得河对我来说是一个 像是旗带 那我回归母体 我就是索西 然后回到母体里面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作品就像是一条河 那我在河里面创作 那我的位置在哪里 这样子 我怎么存在在这里 那这个石头的序列里面 有一颗石头不是石头 它是金属 就是这一颗 这个金属石头 是我用铸造的技法去做成的 那它中间有一条翻模线 因为铸造会有翻模线 然后这个翻模线就是跟一般的石头的白线对齐 对就是我把这个石头并置在这个石头 天然的石头的序列里面 那它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是怎么被显现 这样子 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 那它可能没有意思 它可能没有一些特别的意思要不要表达 可是它被并置入这个石头中间之后 会有前后纹出现 前后纹出现就会有意义 对所以关系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金属石头跟这个自然的石头的关系是怎么样 但事实上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把自己投射成这颗金属石头 在这个核串里面工作的样子 就是我隐身这个核串里面 你可能不会这么容易观察到我的存在 但是我就是把自己引入这个环境里面 想找到自己的位置 金工实体物件与录像作品相互辉映 从呈现方式到打灯手法 都是艺术家的首次尝试 陈正刚与金工的关系也正从工艺转向艺术 金工逐渐成为他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和答案的表达预言 创作的方式主要都是从金工为出发点 就是因为我的根本就是金工 但是我也是一个住在花莲的人 所以我把这两个东西连接起来 就是我的根系在哪里 就是在花莲的土地里这样子 那我把我所学的金工 就是想要跟土地做一个连结 所以我的多数作品都是 用金属的某一个面向的特性 去找到跟土地的连结 例如用铸造的技法 或是用金属的延展性 或是用金属能被塑形或是被敲滑的那些特性 或是金属的反光 就是用金属的一些特性去找到它怎么跟大地连结 跟我的创作怎么去诠释这个事情 跟延伸它或是扩充它或是给我自己反思这样子 对那我想要 我可能会想要让 就是看到说 原来金工可能不一定只是一些 像是工艺品或是一些雕塑 或是放在竹窗里面展示 它也可以是在大自然里面 存在大自然中 然后是很贴近我们 或是跟我们 它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不像其他同学 以金镜工艺极致的表现为发展方向 藉由个人内在经验与踏足山林的历程 探讨人与材质 人与土地相互依存影响的关系 接其展出至10月2日 邀请民众走进布置仿佛大自然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欣赏金工创作 记者长方言黄理事报导